哇塞 这个啊 真的是太好吃了 您哪 一定想不到 这普通的米饭 让新疆人做的是如此的诱人 饭里有菜又有肉 焖好饭菜啊 也不用炒了 制作还真简单 提前把这大米泡上两小时 新鲜羊肉切成大块 胡萝卜土豆啊 切成块 再切个洋葱 先把洋葱炸香了 炸到金黄飘香盛出来 放入羊肉炒出水分 微干烹上一勺生抽 炒出香气 放进这胡萝卜土豆 再加上水和屏幕上的调料 炸香的洋葱垫底 羊肉啊 倒进这砂锅里头 套好的大米放进去 打上葡萄干 盖上盖 小火啊 焖上30分钟 焖香的大米 拌着土豆 吸着羊肉的香气 再来两块软糯的羊肉 嘿 绝了 哟 来了您呢 吃火锅啊 您喜欢什么样的蘸料呢 您呢 一定想不到 今儿个明哥呀 分享几个超好吃的火锅蘸料配方 这个呀 您可得收藏好了 不但好吃 制作还非常简单 麻将 这北方人是比较喜欢的 只加鲜酒菜花和这腐乳 加上一点点的生抽 蚝油 加入适量的水 搅拌至丝滑细腻 滴入香油 就得嘞 蒜泥油碟 适合吃麻辣锅 解辣去火 来点葱花香菜香芹 蒜末要多发 来勺蚝油和这醋啊 它更爽口 最后呢 来上一大勺的香油即可 海鲜汁啊 吃完滑泪 很舒服 葱花香菜香芹 小米辣 加上这海鲜汁 就这么简单 这醋椒汁啊 是明哥的最爱 吃肉 非常爽口 葱花香菜香芹 加上两勺醋 两勺生抽 来上几滴藤椒油 玩活 这几个蘸料学会了啊 自己个儿啊 在家买上两斤肉 涮个锅 绝了 哇塞 这鸡块啊 真的是太好吃了 您呢 一定想不到 这普通的鸡块 被香港大厨 做成了个招牌菜 卖258一份 并且是戳戈壁点 味道绝对是攻击中的战斗机 制作还非常简单 一定要选这清远机 先剁成大块 然后用点清水啊 冲洗干净了 滤干了水分 拍上几块沙浆剁成末 把沙浆屏幕上调料 和这鸡块呢 放一起拌匀了 加勺淀粉 锁住水分 腌制一个小时 砂锅里头加上油 葱姜蒜丁一定要多放 来把沙浆丁一起炒香喽 把腌制入味的这鸡块啊 摆放砂锅里 盖上盖顺着这锅边啊 浇一碗米酒 小伙儿聚上十分钟 打开盖 香气呼呼的飘啊 鲜嫩多汁的鸡块 吸着这满满的香气 绝了